但是您的第一第二可能里 他不是唐杰啊 没错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唐杰 那就必须有第四个可能 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郭昌清回答 这正是我想不明白的 如果他真的是唐杰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知道有第四个可能 但我不知道这个可能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 很可能才是真正的答案 郭昌清摸着额头 微微闭上眼睛 高飞知道 这是郭昌清陷入困境时的表现 郭昌清向来自视甚高 他自认为他能看清一切 被追猎目标的心理活动 但是这一次 当他假定唐杰就是唐杰时 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理解 唐杰行为的意义了 这才是他郁闷的源泉 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让他不安的源泉 如果唐杰真的是唐杰 那么在他行动的背后 是不是还有什么阴谋陷阱 在等着自己呢 郭昌清必然会这么想 英主 不管怎样 唐杰都是个极度可疑的目标啊 有些事如果想不通 就做了再说吧 高飞小心翼翼地说道 听到这话 郭昌清的动作治了一下 他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抱歉 高飞 我又陷入老毛病了 你说的没错 想不通的事 就不要去想 先做了再说 因为疑神疑鬼就束手不坐 那才叫可笑呢 说到这儿 郭昌清深吸一口气 正色道 把唐杰 提升为甲级目标 一 通知学院里我们的人 关于唐杰的资料 继续压着 千万不要让许业派注意到他 二 派人接近他 探听进一步确切的消息 三 找机会搜查一下他的房间 薛子林这边也不要放过 如果他真的是唐杰 那兵剑应该就在他的附近 只要找到东西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是 今天 唐杰还在练剑 院子里一柄破铁剑 被他挥舞得虎虎生风 倒是颇有气势 等到一连十二个剑事做完 唐杰顺势收剑停工 只听院外是掌声响起 回头看去 却是舒明阳与柳红烟走了过来 与他二人同行的 还有一男一女 那男子脸型与唐杰有几分相似 只是身形颇高些 背后还背着一把剑 在他身边的女子 则是一袭的蓝裙 和柳红烟一样 都是学子山照于成裙下 头上挽了个发迹 插着一只绿玉的竹钗 看面貌甚是娇好 与那柳红烟相比 少了几分英气 却多了几分柔弱妩媚 此刻走过来 那柳红烟拍着手道 未曾想 唐兄竟是舞的一手好剑呢 原来是舒公子和柳姑娘到了 湘野武器倒是让两位见笑了 唐杰看到他们 放下剑迎了过来 再看向那卑贱男和蓝裙女 敢为这两位是 柳红烟一笑道 未请自来 还请海涵 这两位 也是我们在这学院认识的朋友 蔡君阳 平静月 明阳双君子 烟月并地花中的蔡君阳和平静月 唐杰抖的一条眉头说道 那蓝裙女 哑然道 原来唐公子 听说过我们的名字 所谓明阳双君子 就是指舒明阳 蔡君阳这两个人 一句话 却是囊括了两人之名 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志向 舒明阳 求的是安置天下 书不离手 蔡君阳 求的是行侠江湖 渐不离身 至于烟月并地花 指的则是柳红烟和平静月 学院有学子好事 自命风流 常好给人 惯以各种说法 这两句 就是指他四人 没想到 这四人 今天倒是连妹 来到他这儿了 此刻 听唐杰这么说 柳红烟笑道 你还漏了两句 明阳双君子 终是七少明 烟月并地花 烟之安如梦 一听这话 唐杰张了张嘴 却是说不出话来 平静月 则是低头轻笑 就连那舒明阳 都是眼书不看 叹了一声 唯有蔡君阳哼声道 哼 七少明 我早晚会打败他 你们等着吧 七少明 安如梦 这大概是喜悦学院 本届学子最火热的两个了 七少明 是玉门九转 本期学子 天赋第一人 同样修的是 少海洞金经 出身世家 而被破格进入 为消耗任何名额 免所有费用 受家族权利支持 既有天赋 又有资源 更有勤奋 第一个大周天 他只用了三天时间 成灵眼 仅用了十八天 不仅是少海百炼经 第一人 更是一千五百学子 第一人 安如梦 千秦宗交换学子 自天神宫交换学子之后 喜悦学院得了不少好处 觉得此法不错 自然便找上了 与自己关系莫逆的千秦宗 安如梦 就是千秦宗派来的交换学子 玉门七转 六玉灵脉 身间喜悦千秦两家之城 更受千秦宗大力支持 同样是有天赋 有资源 有勤奋 第一个周天 用时六天 成灵眼 用时三十二天 时间虽长 却是同修双法 复杂程度 更甚于少海洞金诀 而且身具灵脉 他真正的天赋 也不在修炼速度 而在于特定法术的威力强技 明阳双君子 烟月并地花 本来是彰显 舒明阳等四人的 但在七少名 安如梦 这两个人名声雀起后 有好事者 就在这两句后面 各加了一句 变成了 明阳双君子 终始七少名 烟月并地花 烟之安如梦 这里面的意思 一下子就变了味儿了 也难怪 蔡君阳要不服气 此刻 听蔡君阳这么说 舒明阳道 哎 蔡兄不用不服气啊 那七少名 的确比我们强 我们是不如他的 先路漫漫 这才刚走第一步 纵有天纵之才又如何 不走到最后 谁知道 谁是赢家 蔡君阳 却是游自嘴上不服 平静月笑道 蔡兄好像忘记了 你可也是 别人口中的天才呀 蔡君阳和舒明阳一样 也是玉门八转 在别人眼里 同样是高不可攀的天才 只是被七少名给压了一头 此刻 被平静月这么一说 才想到刚才那话 别人用来对自己说 也是适用的 历史哑然 好在 柳红烟及时岔过去 好了好了 咱们今天来 可不是为了讨论 谁更天才 谁走得更远的 一吵起来就忘了正事了 唐杰有些疑惑 对啊 我也正想问呢 怎么今天四位 会想着一起过来找我 是这样的 柳红烟道 我们几个今天闲着无聊 突发奇想 想要结个社 结社 唐杰呆住了 学院里有社团 唐杰是知道的 不过大半都是一些学子 兴起无聊时搞的 什么五花八门的玩意都有 有那结社研究宪法的 也有搞些闲情雅趣 弄什么书社画社诗社的 这些团体大多不是牢靠 毕竟 学子们都有晋升压力在 也只是偶尔找个由头聚聚 往往还没毕业呢 就散了 没想到柳红烟他们 竟然会想起结社 结什么社 唐杰问道 书社 讲书论道 平静乐回答 怎么会想到找我 谁叫你是我喜悦学院 文理科目的第一人呢 柳红烟回答 喜悦学院有五天才 自然也有文天才 如果说七少明是修炼第一天才 那么唐杰就是读书第一天才 他从进入学院的第一天起 就是好好听讲 天天向上的好学生代表 笔记做的那叫一个琴 对知识的汲取 可以说是相当饥渴 可以说一路向着学霸的位置是狂奔不止 结果就是半个月前的一次小考里 除了艺术类科目唐杰不行之外 所有知识类科目 唐杰几乎都是以满分拿下的 成为当仁不让的第一 如果说狂生唐杰 还只是让学子们知道 有这么个人的话 那么他的学霸地位 就彻底奠定了他的名人地位 当然了 在这文不如武的年代 一百个文才子 也比不上一个玉门九转 但不可否认 唐杰终归还是个名人 在讲书论道上 还真没什么人能比得上他 既然柳红烟他们要结社 又和唐杰熟识 自然是要找上他了 听到柳红烟的说话 唐杰也是哑然失笑 抱歉啊 这件事我怕是没什么兴趣 我学文只是为了增长见识 不是为了研究天下大道的 书名良立刻正色道 唐兄这话就差了 我被读书当志在天下 护有苍生 不是仅仅为了增长见识 与习间博弈笑谈 更是要匡视济民 整黎民与水火中 此为天地大道 岂可不明 书兄言重了 现在是大智之事 百姓中或许有贫苦之人 但还说不上水深火热 至于天地大道 那东西太深了 我不懂 但我知道 这里是修仙学院 我们修的是仙 不是书 那就更要读 讲书论道 视为明理 身怀伪力 而不明理 便如恶棍明火之杖 行于闹事 危害更重啊 对于这位 一心救济天下的 书名阳 唐杰也是深感无语 其实 他要真想变 也能和书名阳 变一番 比如 凭什么 你自己想做伟人 就非得我和你 一样做伟人呢 极所无欲 勿施于人 极所欲者 亦勿施于人等等 不过 他虽然做不到 像书名阳 那么伟大 至少懂得 要尊重这种人 因此 在这种事上 他情愿口舌吃亏些 被对方教训 所以 他只能点头道 书兄说的是 受教了 没想到 书名阳 却大感不满 你这话 说得不成啊 视为夫爷 唐杰大感尴尬 还是柳红烟笑的 唐兄莫怪啊 他这人呢 就这样 平时还好 一说大意 书呆的气 立刻就发作了 书名阳大感不满 正要反驳 唐杰已是连忙道 我入 我入 我入社就是了 听他这么说 书名阳 也终于不再说话了 既然答应了入社 自然就是朋友 唐杰便请四位 入屋小座闲聊 等四人进了屋 唐杰道 小事简陋 还请几位物怪啊 柳红烟 眼波流转 看了一眼 这屋子笑道 虽是简单了些 却也干净清爽 还是不错的 扑学一个 没什么别的本事 也就是会收拾一下 唐杰随口道 说到这个 唐公子 待我们结社之后 要不要请魏公子也加入啊 平静岳突然说 他呀 唐杰想了想 摇头回道 算了吧 他喜欢的是飞鹰走马 灯红酒绿 对着人伦大道 多半是没兴趣的 他若真来了 只怕书是读不进半个字 眼睛却要不离开 病地花半步了 听他这么说 众人同时笑了起来 等笑过 唐杰一边给诸位上茶 一边随口道 对了 既然要结社 这社的名字 总得有吧 就叫吉英社吧 蔡军阳道 我看哪 还是安国社 安纪天下 淑明阳说 柳红烟则说 既然是讲人伦大道 不如就叫大道社吧 平静岳则说 什么吉英社 安国社大道社 难听死了 要我说啊 还是叫逍遥社 逍遥人生 那多好啊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已是看向唐杰 唐杰想了想 却回道 既然大家意见不一样 我看不如这样 先选个社长出来 然后由社长决定 我提议 谁发起的谁担当 大家一起向着平静岳看去 平静岳危感恶然 左右看看 还是柳红烟道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呀 既然主意是妹妹提的 那就由妹妹来担当最合适了 平静岳想了想 终于点头 那好吧 我就当了便是 不过既然这样 我可要定名逍遥社了哟 就逍遥社 蔡君阳点点头 他对用什么名字倒是无所谓的 反倒是书名阳挑了挑眉头 想要反对 终究还是放弃了 至于柳红烟 则没说什么 这时唐杰又到 就我们五个人 结识的人好像太少了吧 要不要再找些 这个 得问红烟呢 她的消息灵通 蔡君阳回道 这么说 之前找我 也是柳姑娘的意思咯 唐杰笑道 我可得多谢柳姑娘的厚爱啊 柳红烟忙道 叫红烟就可以了 既是同学 又结了社 那就是一家人 不必见外 好 那再找人的事 还要请红烟姐姐你费心了 瞧这话说的 你该叫妹妹 我的年龄 可是比你略小些的 柳红烟笑道 是是是 是我错了 红烟妹妹好 唐杰笑眯眯地回道 柳红烟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开始凝神思考 片刻之后 又给出几个名字 随后 大家又商议了一些细节 包括社团的规矩 开设的日期等等 聊了好一会儿的天 眼看时间不早了 四个人 这才离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